台中想要出国玩 而地方首长则是想要让国外的旅客多多进来 眼看台北市的松山机场 热热闹闹的跟上海红桥对飞 台中市长胡志强呢 今天为清泉岗机场请命 他呼吁中央政府不要只顾台北的松山机场 却不管台中的清泉岗 他还要求决策单位应该要道歉 不过民航局则回应说 目前非清泉岗的班次少 是市场结构的问题 也不是我国政府单方面能够决定 还是要看大陆方面的意愿 台中清泉岗国际机场 虽然顶着国际两个字 但是在台中市长胡志强眼中 却是个不及格的国际机场 台上跟我讲 所有朋友从香港或大陆来到清泉岗 觉得我们的航站大厦 实在看起来像航站小夏 眼看松山机场和上海红桥机场对飞 台中市长胡志强这回高分被提醒中央决策官员 努力救松山机场不要忘了台中清泉岗机场 要求谁做的决策谁就要负责任 台中的机场发展太快会影响桃源的机场 我觉得这种简直是消极的失败主义 你觉得在交通部的决策上来讲有一个大方向 我觉得他的思考有问题 谁做这个决定谁就应该道歉 民航局方面回应这是执行马总统的政策 除此之外在两岸对飞磋商中 中国方面对清泉岗机场并无意愿 一面抨击中央办事不力一面自救 台中市长胡志强还自己写信给中国的民航单位 达成清泉岗对上海浦东一周一班次变成两班次的对飞 透过大动作希望中央听到他的声音 记者黄秀人彭万群台中报道